大家好,我是Stan 男团Exo将在6月7号发表特别专辑 而在前几天开始就陆陆续续地公开了成员们的T-shirt照片 但是在昨天公开的预告照片 却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5月26号Exo官方公开了新专辑 Don't fight the feeling 各成员们的预告照片 但是在最后也公开了成员Lay的照片 而让很多网友们都惊讶了 虽然Lay仍然是Exo的成员 但是因为从2018年Tempo之后 几乎都没有韩国活动 其实Tempo的时候也只是参与了专辑 并没有进行打个活动 所以这张照片确实是让很多网友们都非常好奇 哇,我还以为他退团了 拜托你退团吧 都上传抗美元筹了 还想在韩国出专辑 应该就是所属公司让他参与的 难道会是他威胁拜托让自己参与的吗 不会参与专辑的 应该就是为了海外粉丝们上传的吧 他跟成员们的关系还是很好 真的很好奇海外粉丝们对他是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也是有点好奇 因为在韩国之前有过三位中国成员的离开 所以对于不在韩国活动的Lay 很多网友们的反应也不是很好 那么在华语圈的大家对于Lay 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然后在Exo公开的其他预告照片中 Tio跟Kai的服装让很多网友们都惊讶了 首先是Tio的裤子 嗯,还不错 但是穿的是这条裤子 接下来是Kai的服装 嗯,蛮帅的 但是这个衣服其实是这个样子 其实Exo的服装争议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之前Pekian穿的这个服装 嗯,蛮可爱的 但是 然后就是我最喜欢的Tio公主 总结一下就是 Exo成员们给什么就穿什么 太善良了 而且都很相配 下一个消息是 华语圈演艺圈的消息 在韩国论坛是很难很难看到的 但是昨天演员王大陆的恋爱消息 却获得了9万多的点击 受到非常多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首先因为电影《我的兽女时代》 以及曾经跟韩国演员卡汉娜传过绯闻 所以王大陆在韩国也有一些知名度 而昨天一位韩国网友上传了 王大陆与参加过青春有你2的蔡卓一 在街上勇文以及报上车等的照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哇,这恋爱被爆料的等级都不一样 女的大罪 男的看起来喜欢的不得了 哇,能感觉到男的非常喜欢 也有点担心 女的是不是因为醉了所以才会这样 到底是喝醉了还是没醉 是恋爱还是夜情 王大陆的惊慌怎么每次都是绯闻呢 王大陆在中国没人气吗 为什么会在街上这样呢 最后一个消息是 很多KPOP粉丝们应该都知道 妈妈母成员华萨跟徐音 是从中学生开始就是好朋友 在两个人一起来到无亲无辜的时候 而开始练习生生活的时候 也是互相依靠 出道后在节目里也常常说过 当时如果没有彼此的话 就无法坚持下去了 所以基本上两个人就跟亲姐妹 应该是比亲姐妹更深入的关系 总之 这样出道的两个人 在彼此的身体下留下了友情刺情 Kado 意思是将我的悲伤背负着走的人 而在今天 妈妈母公开了华萨虚音和音部分的预告影片 新曲AAW的Kado版本 歌词是在美丽的这个星球这个地方 与你做同一个梦的我们两个人 我真的哭了 真的眼泪直流 一看到Kado版本的预告 眼泪就暴流 真的很羡慕彼此能有这样的存在 对了 妈妈母这次的回归是出道首次以淑情歌为主打歌 所以真的是非常期待 然后关于羽音的序言问题 今天所属公司也对媒体表示 因为成员们的合约期间都不同 所以正在一步一步进行 目前与还剩下合约期间的羽音 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协议中 妈妈母成员们也表示 这个时期将不会是七年魔咒 而是会成为赢过七年次的 妈妈母的转换点 所以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